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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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去這裡買菜的時候 這個星期在買這品牌的東西 我們在雪床櫃裡找到它有一個蝦餅 我們看它也1.79磅 就買來試一試吧 看看是好吃還是中伏 我拆開來看 其實它裡面就是一塊粉狀的餅 我數過有12塊 我們稍後就可以炸一炸 因為其實它也挺方便的 它裡面可以讓你煎、炸或焗也可以 之前我們買過一些 蜜魚圈回來 有些說一定要炸的 不可以焗的 所以這個 你喜歡煎炸或焗也可以 比較彈性 我們稍後 今天會試一下炸的 不過我只用很少油去炸一炸 看看好不好吃 因為這裡的東西大家可能買開都知道 通常它們賣完這個星期賣完 它們就不會再有 就要等下一次這個品牌做 即是一個推廣 它才會有 即是那個星期才會有賣 待會呢 如果我們試了之後好吃 就可以入幾包 放在冰箱裡 隨時就可以炸一塊蝦餅來吃蝦了 好了 我現在呢 就預熱了油 就試一下 炸一炸 那我今天呢 就拿了六塊出來炸 那其實呢 那也挺方便的 因為它就這樣放在冰箱裡 那它就說兩至三分鐘 其實已經可以了 那我就 那我就 對 即是純粹 放下去 這樣炸一放下去 其實已經差不多 已經有凍凍的感覺 煎出來 都挺漂亮 偷吃了 都挺脆的 那就 我現在偷吃到旁邊的那些 那些 那些通常都好吃的 其實呢 拿出來之後炸 它又不是說 算很強烈的蝦味 但也會有一點點 那我就 可以轉頭給你們吃蝦 看看你們覺得好不好吃 又好吃呢 就去入鍋了 然後呢 就加上這個呢 就是 都是炸的蜜魚串 還有海鮮 那如果大家即見到呢 都可以買賣的 那我沒記住 好像1.99磅而已 這包東西呢 是超好吃的 每一次我們呢 看到我們都會買四至六包 呢 因為它們就是這樣 都是這樣 就是 加少許滾油去 照度炸一炸 那它的粉呢 已經是 醃了的粉 就不像平時呢 我們買的那些蜜魚串呢 如果是焗的那隻呢 它的粉會很厚的 那就是 吃出來呢 就不太好吃 通常它們長袖粉就會 但是這隻粉 它本身已經醃了 就好像有點鹹味 那所以呢 而且它這樣炸呢 這個粉很薄的 那它們很喜歡吃的 那大家如果是 先炸開剛才那包蝦餅的時候 看到這一包海鮮呢 都可以買來試一下 我都挺推介的 好了 試吃時間有到了 那我們呢 就試一下可不可以吃 那這些焦的就給我們了 那姐姐就吃飯 沒有那麼焦了 好嗎 那媽媽也要飯焦了 弟弟就要飯 沒有那麼焦了 哇我已經聽到 脆脆脆的聲音 有蝦在裡面 有蝦在裡面嗎 蝦還是蝦 蝦 好吃嗎 我吃到 吃到沒有 什麼 好吃嗎 大膽一點咬吧 嘩嘩 嘩嘩 嗯 OK OK 味道很熟 你試一下 我呢 我就覺得好吃 我覺得那種味道很熟 但是說不出是 像些 什麼味 鹹鹹的 有些蝦味 她說了 那我姐姐就一般 好嗎 嗯 你不喜歡陣子 也不喜歡 我這個也不喜歡 弟弟呢 弟弟也不喜歡嗎 我陳先生也覺得不錯 你給我呢 我會再買 好 好了 就跟長家映剛才說的 這個 焦鹽魷魚 姐姐一看 我還沒說 她已經馬上說了什麼 這個很好 她已經記得了這個很好吃 這個呢 那層皮很薄 咬下去 那層皮 那層皮 通常很厚 他們通常會撕掉 那層皮 就是吃裡面的肉 但是呢 現在呢 她們就會整塊吃光 還有一樣 這個粉 應該是有醃 所以一吃下去 已經是 很脆 很鹹 咬下去 魷魚 又剛剛好 很軟 又不會好像焗的時候 有時候會焗到很韌 除了蜜魚圈之外 就有一些 好像是蝦 是不是 他們也很喜歡 蝦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不是蝦 這個這個 這個也不是蝦 整隻蝦 是這些 其實是蝦 弟弟和姐姐都很喜歡吃 一隻蝦 那她就叫海鮮 其實還有一些 其實這些都是蜜魚 是魚鬚 是魚鬚 對 反正就 你看 這個人不斷自己隔離吃 這個就是蝦 這個是不是 好像大字 我覺得 大字 大字仔 是 好了 今天呢 就吃了少少煎炸東西 就有蝦餅 還有這個 蝦餅就1.79磅 有12塊 而這個整包 這麼大盒 就1.99磅 蝦餅 我真的想不出什麼味道 如果大家試了之後 對 可以告訴我 其實像哪一種味道 但我喜歡吃 那這兩飯 他們不吃 就我跟陳沙吃完 那今天的試吃 就叫做 怎樣 都ok 這個一向是ok的 那今天主公是蝦餅 那我也覺得ok的 大家可以買來試一下 那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和旁邊的傳播 以後一有新片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多謝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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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